刘德华身家已超数十亿 可他的大姐却十分贫穷 吃的是六块钱一碗的长粉 新衣服也十多年没舍得买 就连住的房子 每逢下雨到处漏水 提起刘德华 他就十分生气 表示已经好多年 没见过刘德华了 就当他已经死了 刘德华的女儿在一岁的时候 他就为女儿花费了两亿 购置豪宅 可他的亲生姐姐 却一直住在贫民窟 同样都是亲人 刘德华为何如此差别对待 这不禁让网友疑惑 刘德华如今身家如此深厚 为什么不敢 拉一把自己的姐姐 刘德华年幼时 家里还算富有 但刘德华的爸爸 把家底赔了个金光 他们一家只能搬进了贫民窟 刘德华的大姐甚至放弃学业 只为照顾弟弟妹妹 补贴家用 大姐也十分溺爱刘德华 偶然的机会下 大姐发现刘德华的唱功了 便把她送进了TVB艺术家培训班 刘德华也没有辜负姐姐的期待 首次露面就红遍了大江南北 30年来业绩感染 至今还活跃在大众视线中 可有媒体采访大姐时 大姐却气愤表示 已经十几年没有见过刘德华了 就当她已经死了吧 刘德华也声称绝不会帮她 难道刘德华真的忘恩负义吗 但其中另有隐情 成名后的刘德华拼尽全力 让家人生活得更好 给大姐买了豪车豪宅 承担大姐家的全部开销 但大姐却因此沉迷赌博 还越陷越深 这样刘德华非常生气 直接拒绝了大姐的求助 眼看求助无门 大姐直接联系媒体 诽谤刘德华 试图利用舆论向她施压 刘德华彻底被惹怒 直接宣布与大姐断绝亲属关系 与她再无任何关系